Hello 大家好 我是目前正在英國讀碩士的留學生 那今天呢受到維聖教育的邀請 要來幫大家實測 在2024年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維持一週的飲食呢? 維聖教育它是一個國際級的留學代辦機構 那它提供美國、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等等的留學相關代辦服務 那他們可以幫助你 就是可能在你升行過程中啊 你可以更專注於你的課業或者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考原檢定考試 你可以更專心的去準備你的考試 無論你的目標是想要申請一些頂尖的大學 或者是想要了解適合自己的課程 他們的顧問都能提供客製化的建議和協助 那另外他們也有提供專業的輔導方案 幫助你從申請文件一直到準備面試 提升你整個申請的競爭力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關於他們學生的申請心得 或者是他們歷屆的榜單 我會把他們的官網放在資訊欄 你們可以直接點擊查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跟他們預約免費的資訊服務 但因為每個人的飲食習慣都不同 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 我是不會讓自己餓到那種 就是我不會有一餐沒一餐的 我一定是一天一定會吃到三餐 然後我不會讓自己餓到 因為我餓到我是會Hangry那種 然後什麼事情都做不下去那種 我自己基本上都是自己煮的 因為我在就是 我有稍微的在飲食控制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煮的東西會比較健康一點 真的是很偶爾 就比如說可能你有需要社交的場合 或者是我真的很懶 或是心情不好 我就會想要出去吃 對那在英國 就是自己煮跟出去吃的那個 費用真的是會蠻不同的 這支影片就會帶大家看說 到底他們的 他們的落差到底在哪邊 我一週基本上都會去超市一次 那等一下就是我要去我們家附近的超市 那我等一下就來跟你們分享說 我花了多少錢在這些食材上面 大家我買完回來了 以上是我 這次所採買的東西 我怎麼覺得有點多 所以我覺得我這次買的有點太多了 就是這邊有那個收據 然後我就現在來跟大家一起看 就是我在食材上面總共花多少 因為我在 我剛剛去Sandsbury 裡面有買一些食材以外的東西 因為我剛好有些生活用品就是 沒了 然後剛剛這樣花到 就是39吧 39.14 我剛剛在結帳的時候 我覺得蠻幸運的是 前面那個客人 他沒有把他的coupon拿走 然後我就想說 好我就來刷一下 看可不可以折個幾塊 然後 後來就 後來就折了 4磅 所以我總共 只付了 我總共付了34.64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說 這樣到底要怎麼算 把這些東西扣除的話 那我總共是花了 18.76磅 在食物上面 那因為剛好有些折扣啦 所以 以平均值來講 其實我一般都會花 就是20磅 之前前幾次去 每次去超市也都是花20磅左右 就是正負二 20磅正負二這樣子 對就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應該就差不多了 我不是沒有 因為她不是沒有 你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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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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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覺得他們的份量都蠻多 所以我一般來說都會一餐當兩餐再吃 我吃的是 就是點的是泡菜豬 這一份餐點就是如果你去餐廳裡面吃的話要 14...好像14.5磅吧 如果你內用還會再加上10%的服務費 賺到賺到 耶 熱完了 泡菜豬 那我剛剛不是只有餐廳飯嗎 我剩下的就是留給我明天的午餐 我明天早上或今天晚上就不用再另外煮 我就覺得蠻方便 蠻爽 好燙 我等一下下午要去學校 我們下午就有一堂喝一個小時 然後晚上我還有再上西班牙晚課 所以我晚上應該會去學校吃 好 這是我吃完的午餐 耶 忘記住了 哈哈哈哈 謝謝 我們剛剛去那邊的咖啡廳買 Caucino 它原本是2.45磅 因為我待機的杯子它整個20磅 20磅 20磅 所以總是2.25磅 好 好 現在是熱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會吃 我會吃 阿蟋和植子 我會吃 Rido 很棒 那是多少 大概1磅 4磅 1磅 超便宜 好 現在要來做泡菜鍋 那所需要的材料其實很簡單 首先就是 蒜頭一顆 蔥 洋根 洋蔥一顆 或是你愛加什麼蔬菜 就愛加什麼蔬菜 所以我加了高麗菜跟 玉米筍 然後呢 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歡的料 所以 就豆腐 然後 魚板 三根年糕 因為就剩下了 就三根年糕 你看 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然後還有鮪魚 泡菜 跟 口雞醬 這一根 小燕 粉 有 那 一根 小燈 五根 一根 四根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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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一根 完成 掰掰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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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ミク 我今天要吃多少 那是什麼意思 我意思是 是一樣的 差不多 我猜得每一分鐘 哈啰我剛從學校回來 然後我現在又要做跟昨天一樣的東西 就是那個蔬菜湯 因為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現在在炒 我明天用的午餐的櫛瓜 真是不敢相信我明天還要再去上課 其實今天原本應該是 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但是 就發生一些意外 所以明天又要再去上一堂課 明天再解釋 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五早上呢 因為今天就是痛苦的一天 所以我真的是壓力太大了 我今天早上要去吃麥當勞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吃那個 他們的那個 什麼薯餅蛋 反正是一個捲餅 然後我在看影片的時候 都一直看到人家大推那個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去吃 我剛剛從學校回來 然後因為我今天晚上要去 我朋友那邊吃火鍋 但他們約八點吃 然後現在時間五點 然後我都是很 因為我有講過嘛 我都是很早吃晚餐的人 所以呢我現在必須得吃點東西 但又不能吃太多 唉 喔對 我剛剛 我今天中午忘記錄 我今天 我今天太忙了 反正我昨天也是 我今天中午也是吃滷肉飯 只是我菜變成櫈瓜而已 那我現在就是要吃 一點小東西 希望自己不會吃太多 那我晚上我想吃 我現在就是想吃絲湯 這想要吃幾個欸 你知道嗎 基本的那個 Cornish English 都是吃兩個欸 好嗎 就吃兩個 我不過不要吃太多 吃兩個 吃兩個 I know my love but what is my love oh great yeah I think I w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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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I know I know but I can make this Wow Don't say that Don't say that Don't say that Oh Oh careful Wow Wow Alright Oh Hey iti exploring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现在呢就要来结算一下我这一周总共在伙食上面花了多少钱 那我前面有提到嘛就是我去超市总共花了18.76磅 就是用那些食材去煮我这一周所用的食物 然后其他的就是外食的部分在我们学校吃的有一餐是5.25磅 然后买了一杯Cappuccino 2.25磅 然后有一天早餐我就吃McDonald的那个回归的那个卷饼 5.69磅小贵小贵 我有一天去跟我朋友的室友们一起去吃 意义自足的那个火锅 就是我们买了一堆食材嘛 然后每个人平均算下来 一个人就是花到10磅这样子 所以我这一周总共花费了41.95磅1722磅 大概是这个价钱 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很贵耶 跟我台湾就是估的那个餐费好像差不多 而且甚至还比较便宜一点点 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吃的这方面蛮会省的 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实费的小撇步这样子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自炊 就是自己煮真的是会便宜很多 你看我这样子 但是比较相对比较麻烦就是很花时间 然后你会想到说到底要吃什么 然后每天那边想菜单会想到就是很烦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去超市里面去买他们的极其磅 我觉得他们极其磅就是超级便宜就是几批而已 然后就一条大吐司才几批你就觉得哇好酸哦 然后或者是肉之类的 如果你当天有要煮的话你就可以买那一个 然后再来是大家不知道你们听过有一个APP叫做TOOGOOD TO GO 那TOOGOOD TO GO就是跟一些店家去合作 那那一天在特定的时间 就可能店家快要收店之前 他们就会把可能快要过期的食物 或者是也不一定会过期啊 就他们就会自动夹一些给你 就会有个惊喜包 就有点像食物盲盒的概念 像我自己就蛮常买就是星巴克 然后因为星巴克通常一个面包都要到两磅三磅 但是如果我用TOOGOOD TO GO买的话 就花个四磅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就是五个商品以上的东西 那你一天一周的早餐就是四磅 也会觉得超级划算 有机会我再分享一下我在TOOGOOD TO GO上面买了什么这样 那最后一个就是UNIDAYS这个APP 它是一个折扣网站 那它是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那你就可以注册那个UNIDAYS 那它那个上面就有很多跟不同店家合作的折扣嘛 以上就是What I eat in a week 然后还有一周的锁食花费 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些节省的小技巧 那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就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